的確現在親中議題再度變成了選戰的攻防焦點了 民進黨的雲林縣黨部就拿出一段 張家駿在2014年時任立法委員到中國福州 參加海祥青年論峰會的影片 三問張家駿當時他講的中國夢是什麼夢 指他參選立委以後恐怕會變成中共同路人 對國家安全將會有疑慮 但張家駿競選總部也對此回應了 蘇智芬陣營選舉只會抹紅抹黑轉移話題 所以要為民進黨跟蘇智芬默哀 五星期和易永軍進行曲的配樂 放上張家駿的照片 就是我們可以共同來為這個中國夢 來做一些努力 家駿也認為中國夢是青年共同為之拼搏的夢 蘇智芬陣營拿出一段影片 是2014年張家駿擔任立委時 參加海峽青年峰會時致辭的畫面 當時他說在立法院113個委員中 是唯一的80後與青年最貼近 感謝主辦單位用心建構兩岸青年交流平台 藉此批評張家駿當立委 竟然到對岸發言要編織中國夢 你真的進去立法院會不會繼續來編織你所謂的中國夢 對於指控張家駿競選總部發言人許澤濱反批 蘇智芬當過9年雲林縣長兩屆雲林立委 結果沒有讓鄉親有感的政績 選舉到了只能用謊言抹黑抹紅對手轉移話題 就是一個兩岸公開的交流 要不然的話民進黨也不太可能就是 有可能取得這樣的引帶 對那其實我們都是開大門走大陸 沒有任何引會 選舉倒數計時 雲林海線火腰味濃厚 從花生之亂打到了兩岸議題 記者郭敬毅 雲林報道